皇帝打算蹲厕所,结果蹲了很久都没出来,侍卫进去一看,皇帝死了。 公元前九一年,大汉王朝发生了昭明的巫蛊之祸,皇后为子夫、太子刘具因受苏文,江崇, 还说等人诬陷不能自明而起兵,兵败后自杀,之后数年,汉武帝一直没有再立太子。 公元前八七年,汉武帝并崩,临死前他将皇位交给刘芙林继承, 后是称之位汉昭帝,汉昭帝是汉武帝与宠妃勾义夫人所生,说起她的出生,便充满了奇异色彩。 据记载,勾义夫人怀胎长达十四月,方才生下汉昭帝,这在古代是令人惊奇的, 在汉武帝看来,怀胎十四个月,此子定然异于常人,历史上传世的千古明君瑶, 同样是在娘胎里待了十四个月,因此,汉武帝觉得这是天降贵子,特将生子之地命名瑶母门。 然而,令人错愕的是,汉昭帝二十一岁便暴毕身亡,显然,他并不是汉武帝所预料的福音之子。 汉武帝死的时候,汉昭帝尚初幼年,登基之后,由大臣霍光代为处理政务, 那么,为何汉昭帝年纪轻轻就驾崩了? 他死于何种原因呢?是否真如敏间所传,是敦厕所而死? 通过文献记载可知,汉昭帝出生于公元前九四年,公元前八七年三月二十日继任皇位, 记事说,他当上皇帝的时候,年仅八岁,因年龄尚小,早期由朝内重臣霍光代为主持朝政。 其实,八岁皇帝在中国历届朝代重,并算不上太小, 正常情况下由朝中老臣辅佐至十二三岁,皇帝便可以自己处政。 然而,汉昭帝注定命重多结,在公元前七十四年抱病而死, 中年二十一岁,在位共识三年。 在位七天,汉昭帝立了一任皇后,名为上官氏,并没有诞生子寺。 根据官方资料记载,汉昭帝担任皇帝七年,时闯现过宫人盟, 在汉书中,还曾记载汉昭帝与宫人盟会乱之事。 不过,在历史上,有关宫人盟的资料并不是很多, 暂时不知宫人盟中的盟到底是姓氏还是名字。 汉昭帝死后,由于没有子嗣,朝内首辅大臣霍光, 便把他哥哥的儿子刘鹤立位皇帝。 然而,刘鹤皇位只坐了十天,霍光便觉得此人不适合卫军,计划废掉。 在刘鹤继委后的第二十七天,由于过于荒淫昏庸,不中国事, 被废为庶民,后世称之位汉废帝。 早年汉昭帝出生的时候,汉帝对其特别喜爱,多数是因为怀子日久的缘故。 当时,汉昭帝母亲历经十四个月才生下皇子,大臣们纷纷祝贺。 趁,此乃是吉兆,汉武帝如何不知,本身他就是老年德子, 再加上,新皇子有着姚帝之夫,大汉必然千秋万事。 并且,在汉昭帝的成长过程中,汉武帝也一直都是长半左右, 对于这个皇子,可谓是极其看重。 在他重病临死前,遂将其立位太子,继承大宠,不过,为了防止母权独大,外妻专政, 他以私生活会乱为由,将沟姨夫人除掉了。 从这点可以看出,汉武帝对于母权专政极为忌惮的。 早年先帝驾崩,他继任地位,却因为尚属年幼,黄玄昭大豆太后的控制,连续多年权力被剥夺, 所以,汉武帝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沟姨夫人身上。 汉昭帝虽然成为皇帝,但年龄终归太小,其母亲被处死,自然需要有人辅佐, 汉武帝则选择了最为信任的霍光作为首辅大臣。 霍光是西汉名将霍去病的一母弟弟, 其后,他又令另外三位亲信大臣魏自父,共同守护大汉江山, 安排妥当后,汉武帝这才安心而去。 汉武帝死后,汉昭帝再次为脱姑重臣的雍丽霞,继任皇位。 虽然,汉昭帝当时仅有八岁, 但是,头脑极其聪明且处是果断。 在汉武帝时期,由于连年征战,导致百姓苦不堪言, 为此,汉昭帝积极听取大臣见言,将全国赋税减少三倍, 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,进一步实行修养生息政策。 在汉昭帝统治七点,百姓生活安居,收入富足,逐渐弥补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, 汉朝出现忠心稳定的局面。 史料称,百姓充实,四宜宾服,虽然史料尚这么说, 我想这大概也是霍光的功劳,关于霍光在朝中的权势,历史上也曾有过记载。 在汉昭帝十二岁时,那年仅六岁的上官是位皇后,不久发生俯臣争权, 上官父子被诛,皇后一位年幼且是霍光外孙女未被废除, 但是,经此一遍,汉昭帝对皇后越发冷落, 其后,霍光为了让上官皇后获得专宠,增加怀孕几率, 不许后宫非贫禁语,并命令宫女穿穷户, 所谓穷户,就是有前后当,忌惮很多的一种内裤, 不方便解开,以防范汉昭帝跟宫女偶生暧昧。 可想而知,此时的霍光弄权到了什么程度, 这里,关于汉昭帝的死因,目前史料记载着两种说法。 一说是朝中奸臣当道,年幼的汉昭帝为此疲于改革, 最终,过度劳累而死。 一说是汉昭帝害怕霍光夺权,终日处在黄黄之中, 最终,死于抑郁,然而,在民间流传中, 却是有第三种说法,那便是敦策而死。 对此,一些民间流传的文献便有详细描述, 汉昭帝某日前往厕所大街, 却待在里面很久还没有出来, 外面把守的侍卫轻声呼唤, 仍然不见汉昭帝回应, 侍卫请急,斗胆撞开侧门, 发现汉昭帝已经趴在了厕所的地上, 之后,侍卫急忙找来太医医, 然而,为时已晚,汉昭帝已经暴毙了。 经过太医的死因分析, 汉昭帝是因就蹲不起, 导致血液全部涌向脑部, 最终,在站起来的瞬间,脑部充血而死, 此种说法被民间广泛认可, 在官方史书上, 却不曾见到记载, 其实,仔细思索了一下, 就觉得倒也正常, 堂堂皇帝如果因敦厕所而死, 穿了出去必然成为民间笑柄, 皇是为了维持颜面, 极有可能会封锁汉昭帝死讯。 所以,官方资料描述的原因, 自然也就缺少可信度。 参考资料,汉书卷九十七上外七传, 司马光资质通建卷二十三, 刘芙玲的奇怪死因。